日前一人黎雁山带着女儿刘勇施 出席慈善步行活动 他认为身教很重要 加上女儿与庞景峰 从小一起玩得大 这次特意带上女儿做善事 黎雁山透露最近忙于拍摄 《无限心智》十二传奇 与肖正男临夏威合作 所以无奈推掉其他工作 损失六位数字 他只言心疼 因为要供儿子读书 不过明白到无两头力 认为有些事情总有些牺牲 今年53岁的黎雁山 曾是第一届的亚洲小姐冠军 在今年签约 无限是她的演艺生涯 首次与无限结缘 早前的无限节目巡礼 黎雁山也有份出席 对于自己首次在无限亮相 他坦元感到十分开心 如如牢牢走入大观园 好像小学生那样周围看下 机下游给子女看 还碰见很多亚式人 例如梅小琴 刘家豪等 还在后面和大观亚式 只有合照 每个都出口熟面 此前问到为何突然签无限 黎雁山接受访问说 其实我一直和无限都有谈合作 多年来都有 现在谈的来势时机成熟 条件各方面我都很满意 而我要感谢乐意灵和曾丽珍 给我这个机会 促成了这次大家合作机会 黎雁山更表示 因为喜欢拍剧 所以下了这个决定 这次的条件很满意 我一直是一个演员 我很喜欢演戏 早前演完舞台剧 后戏也大发 希望这次可以拍多点不同类型的剧 最希望可以和爆起镜 薛家燕合作拍剧 时装和古装都无所谓 主持有机会的话都想做 可以说是自荐 给个大监制 真是随便用呀 我希望填满点工作时间 而早前黎雁山现身电视城出席 无限新剧十二传说造型 剧外神仪式 十二传说是他的第一部无限剧集 他表示 心情真是很特别 因为上一次拍这些比较长的制作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 这次同剧有我当年 在少世的同学欧瑞伟 我会叫他做我的盲公主 等我快点融入这个大家庭 92年 黎雁山与同位少世 出身的演员刘勇结婚成为刘勇 第二任妻子两人婚 后与有一子一女 零年刘勇和黎雁山夫妻关系恶化 两人终在04年正式离婚 自此黎雁山继续抚养儿女成人 现在女儿亭亭玉丽 儿子也到了英国留学 提到早前前夫刘 勇指自己没有本事 公儿子到英国留学 黎雁山回应道 对他来说 什么都没感觉 对方这么多年在责任上的态度都很弱 只能教一对子女要有责任感 身教很重要 问是否为公儿子读书 花镜积蓄 他为 一下都没什么积蓄 什么都给了子女 最后谈到自己的感情生活 黎雁山坦言 有点回忆自己的魅力 是不是出了问题 吸引不到自己喜欢的 不是自己喜欢的就有 要降低自己要求 连我的女儿都说我没有异性缘 我放下这件事很久 没了少女情怀 总是诗的那种激情 我都怀疑 结婚